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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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复一之路》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大盤 右創新高 18881 哇塞 怎麼那麼棒啊各位 你看歷史新高常常出現對不對 我一直講你最近你會 可能會 必須要一直記歷史新高的數字 對不對 今天變成18881 好 你看 很多之前跟你講保守 講小心 甚至看空的人 今天是不是跟你講 來 現在這行情 非常非常的棒 加進廣告回來買股票 有沒有 很多人到今天 才認同富裕老師之前跟你講 對不對 沒關係 我覺得很好對不對 迷途之反 其實走對的路 富裕老師很歡迎 做多的路這麼大條 很多人 對 到今天認同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 這幾天我是不是一直不斷跟各位講 對不對 我講什麼 我說這行情你不要預設高點 只要強勢股還繼續的冒出頭 對 個股輪動 這就是多頭的現象 既然是多頭 你就聽市場說 你不要你跟市場說 你認為會到多少點 你認為會到什麼 18800 19000 那都無所謂 重點是什麼 強勢股表態 就是市場跟你講 還會繼續的往上衝 對不對 當然今天凌晨的時候 NVIDIA公布財報 也是因為它財報真的 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很多人說 今天能夠這樣大漲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能夠再創新高 跳空大漲 對 就是因為NVIDIA的關係 那NVIDIA的財報 我簡單的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它上一季的財報 就是營收是221億美元 那你想說這數字有什麼意義 各位 原本的預估數字是204億 所以你看它是超越市場的預期 再加上它EPS5.14 原本市場是估4.2 你看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很多人跟你講 AI真的 有它真的能夠獲利嗎 NVIDIA也證明給你看 AI狂潮不是虛幻的 它真的有實實在在的獲利 而且它真的是一個大趨勢嘛 不然中美兩個國家 幹嘛要去搶這個市場 對不對 我之前就一直跟你講了嘛 中美兩大國都在搶 好 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又過關了 很多人昨天跟你講了 好多在分析喔 對不對說NVIDIA如何如何 可能會開很差 對不對 或者跟你講就是說 就算再好 一樣會跌啦 很多人都是這樣跟你講 但是昨天福利老師 是不是其實不太琢磨在這個財報上 我昨天跟你講什麼 我說這幾天只不過是在 缺口的上緣的位置 做整理對不對 確定這個跳空缺口 有沒有 這個開口你們看得開了這麼大 我前幾天還拿這個給你看嘛 對不對 青龍開口 金銀萬斗 對不對 青龍今年是青龍年喔 當然這個 這個是風水學上的 也就是你的開門的 開口的方向 要在你的左邊 也就是龍邊 對不要開到右邊虎邊 開龍邊對你的事業 都會非常非常的順利 那真的也滿剛好 對不對 你看這兔年的尾巴在這邊 青龍年髒了這麼大的口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幾天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交易日幾乎是確定了 開口的上緣位置 對不對 所以你說福利老師用拆的嗎 當然不是 你說老師你很幸運嘛 對不對 昨天講對不對 氣定神前跟各位說 來對不對 過年包股票 昨天大家也在那邊說 NVIDIA開出來 不知道是好是壞 我昨天有跟你講說 我很害怕 叫你賣股票 叫你減少持股 沒有喔 我都一直沒有講 如果你要賣股票 一定是什麼 你的股票 短線急漲過高了對不對 急漲 怪力率太大 你這賣很好啊 所以這時候你賣掉股票 我有沒有跟你講 接下來你要再找 低檔整理好 對即將突破不零 或已經突破不零的 開始喔 在起漲點的時候 我們一起進去買 所以呢 再創新高你還沒上車 你怎麼辦 很簡單喔 我一直都不斷跟各位講 對不對 你跟著我在第一檔 找到剛突破的股票 這非常非常的棒 很多的方法 你都必須要去學會 對不對 你不要去亂追股票 很多急漲股票 我也不會叫各位進去買 待會我們再來看 我們先講到大盤 你看大盤你會說我很幸運 對都一路看對 但是你們想說 為什麼會連續那麼幸運呢 在10月底 各位 10月底的時候 我剛上節目 我就跟大家講翻轉開始 後來一路看 各位看一下 這三個箭頭 都是我在關鍵的位置點 在節目中跟你講說 來這邊是16,800 17,000 到了18,000 我三個箭頭都畫上去 這都你都可以自己去驗證 對不對 像11月13號 這是第一個箭頭 12月12號第二個箭頭 對不對 你都可以去看在YouTube 我的節目 那你會想說 怎麼那麼幸運 各位 如果一次僥倖 可能真的是幸運 但是連續已經三次了 對 包括在過年到昨天 你看到我跟你講的 我說 只要有強勢股繼續出來 不用害怕嘛 在這樣過年的時候 我是不是跟你講 報股過年就對了 對不對 每一次的關鍵點 我都是不是站在正確的地方 對不對 那剛剛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看到這個藍藍框框這個 這就是我家族粉絲 Light 8 官方的Light 8 就是你右下角看到這個 小老鼠綠取588 然後我對每天的盤勢 或是有些強勢股 像我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強勢股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要判斷多空 其實只要有強勢股 有族群表態 繼續做多就對了 當沒有的時候 我也會在家族第一時間跟各位講 對沒有強勢股好做了 很多股票都往下走落了 這時候我一定會提醒 所以你擔心 各位 這個右下角的這個QR Code 掃進去就對了 你可以先加對不對 你可以先加我的家族 你可以看富裕老師跟你講的對不對 你是電視觀眾了 你已經踏出這個成功的第一步 接下來就加家族朋友 當然富裕老師還是要自吹自擂一下 加會員是最棒的 因為第一手接到 在早上就收到老師的資訊 家族我是在下午 每天下午6點鐘發的 所以早上的時候是會員先接到 對不對 各位這就是富裕之路 好 然後你看一下 最近到底有沒有強勢股 有沒有能夠接棒 一定有嘛 指數都創新高了 很多強勢股也就是富裕老師 一路以來都早就跟各位講過對不對 然後我們先來看這一檔 真的太強了 3362的先進光 好注意喔 1月23號硬買突破 富裕老師一直強調一點 我跟其他分析是不一樣 很多人上來上節目 或者是在家族分享資訊 都是來炫耀的 都說你看你看他賺了多少多少 第一個你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買 那富裕老師有沒有買 其實你很好確認 我怎麼說 因為一個分析師最重要是什麼 預告 過來是什麼 邏輯過來就是操作 預告什麼 你要怎麼買股票 這才是最重要嘛 突破不靈往上走 對不對 你看到我去挑了股票 我怎麼去切入的方式 切入點 我為什麼要買這檔股票 我都講得很清楚 突破不靈嘛 對不對 就算有時候他還沒突破 他還在窄口 有出現黃金交叉 這我稱之為叫先手的現象 先手就是在一買突破之前 就進去佈局了 如果沒辦法先手 你也一樣 跟富裕老師一定要一買突破 這是我特別強調 所以我在家族 我在電視跟大家分享這些東西 不是炫耀標股 我也希望大家不只是在看標股身上 而是你要知道 對不對 你要如何複製獲利的模式 這才是對你最重要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哇賽 各位 飆成這樣實在是太恐怖了 對不對 這是今天繼續續創新高 還碰到漲停板 富裕老師是什麼時候 帶會員進去買 1月23號 3362先進光 目前成交183元 試駕做買進的動作 對這我之前在節目 也公開給你看過 給你驗證過 好 1月23號 當時我們 也有一檔股票 獲利非常的可觀 就是文業 那種賣掉 所以我說我給家族 對標股禮包 1月24號的時候 3362先進光 對不對 這是我在1月24號分享的 給家族的分享 對不對 上千雙眼睛都看著 我一直不斷強調 這個資訊不是 各位有時候你看到有些 老師 你看他的花 他的這個 不是Light 可能是私人的Light 他可能有1對1 對不對 跟你說他推薦什麼股票 那只有一個人看到 那個人 是不是所謂Sakura 也不知道 那這富裕老師 對上千個 各位在1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的 我已經那時候家族 在1月4號開始經營 那時候已經突破上千人了 到昨天已經突破三千人了 那也是非常非常感謝各位的支持 那富裕老師 對 受到肯定 我會繼續加油 好 1月24號的時候 我在這邊做 我在家族做分享 1月24 各位1月24號 我們來看一下他收的股價 來 1月24號在這邊 收盤價182 你後來收到之後 竟然會比我 會員買得低 所以經過這一次之後 我通常一定要 有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我對會員 很不好意思 因為可能還在佈局 我會員買183 那結果隔天182 對不對 那其實我後來你會發現 我在家族分享的時候 都通常都要距離會員成本一段 不然我真的覺得 對會員不好意思 沒有道理 對 絕對沒有一個道理說 會員會比家族朋友吃虧了吧 對 這是一定的 所以後來你在家族的時候 你都會有一點 對 跟會員會有一點差距 那我覺得這是能夠接受 我相信大家也能夠提亮 因為那時候是送禮包 好 突破之後隔天就分享 後來有押回兩天 1234 其實押回你現在看起來很短 這四天我那時候 我在之前節目也有講 也有人看了我的分享 然後進去買 但買了跌 也問說 也發訊息說怎麼辦 那我一直講 如果你不是我會員 拉回來能不能買 還是你要賣掉 這是你要做決定的 對 就算在沿路的途中 對 你這一段途中 你能不能抱得住 因為一買突破 我會跟你講 但是要不要賣 這是我要跟會員說的 好 到今天 我們的先進光都還沒賣 我要特別強調 到今天都還沒賣 那明天之後呢 那是明天之後的事情 而且我特別強調 短線急漲超過20% 這我在電視上常講 我們會開始找賣點 當然我在電視上 有時候也會在第一時間 就跟各位講 我常常賣飛股票 我也不好意思說 你看很多股票我賣飛 待會兒你可以看得到 對不對 但是你看這一段 從我跟我們會員買進 在家族分享 各位你看是不是一樣的方法 印買突破 突破在這邊的時候做買進 然後你看後來是不是連續飆升上來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你看1月23號買進 你看繼續的一路的狂飆 各位你看這價差是55% 所以印買突破有沒有非常非常重要 有啊 我覺得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掌握這個方法 這方法非常非常棒 而且重點是什麼 各位你看強勢股是不是一個一個表態 這個先進光你看我已經講好幾天了 真的講了滿久對不對 從過年前你看到講到過年後 然後我們再來看強勢股是不是一直在表態 2329華泰 1月16號的時候印買突破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21號我那時候的圖 你看這邊我們這邊印買突破 58.5然後大漲上來 到今天是續創新高 續創新高 各位你要特別去注意 為什麼我會說我是加差操作 因為其實華泰很久之前我也買過 來注意你看 11月6號的時候 其實在華泰44.65的時候 我就買過了 但是我把圖放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44.65 各位你看第一段 後來壓回來第二段 這邊我們沒有做 我們是在這邊再突破的時候 再做買進的動作 各位這邊是58.5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因為很多的你會看到其實很多的分析師 他們表演 他們就是漲上來之後 他買完股票 他可能會買很多檔 漲上來有漲他就會跟你講 如果他這樣子表演的時候其實很輕鬆 因為華泰你看 如果我說44.65 到今天的創新高是87.5 各位大漲將近一倍 你不覺得那數字寫起來比較帥嗎 對不對 我就直接一根畫上去跟你講說 我賺了快100%了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人都是這樣跟你講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這一段你撐得住嗎 各位再好的股票 各位你看這一段修正 修正了快30% 而且長達快兩個月的時間 這一段你修正了你撐得住嗎 所以為什麼我說我都是短波段做操作 我們賺出來我賺了這一段 賺完這一段 然後我們這邊各位我是不是跟你講 一段超過短線急漲超過20%先賣 然後這邊再突破再買 分段做就好了 主流股分段做 這是我一直跟各位強調對不對 所以你看在 接下來我們在這邊切入的時候 2329華泰漲停77.4 連續的大漲 到今天各位 這是昨天 到前天81.6的時候再漲停 然後再繼續續創新高 對到昨天我們來看一下 來今天續創新高 昨天在這邊漲停板再創 你看我這一次的時候 各位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是什麼 一買突破 所以副老師你說 我的買點好不好驗證 當然很好驗證 我都會跟各位講一買突破 這一段各位難做的時候 我們不會隨便進去買對不對 對 那我們是不是再突破 在這邊再買進 我跟你講不可能這邊賣這邊買 然後這邊這樣子 每一段都操作到最高點跟最低點 不可能 但是我們 各位你看 我在這邊講的時候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對不對 我一路的做的股票 是不是都是如此 來還有一人 來你看今天再繼續創新高的 6223的旺席 各位注意一下 1月2日一買突破 旺席是不是也是如此 一樣複製一樣的模式 突破不靈開始往上走 各位 續創新高 今天一樣 今天再創新高 是不是一樣 再創新高 好這些股票 我一直強調 短線急漲超過20%的 對不對 我們不會再買 我們會找賣點 而且最近很多股票 我們也是獲利了結了 你也看到 有些股票我也賣飛了 待會再跟各位講 但是重點在什麼 重點在於 接下來還有很多 像這樣子剛突破出去了 你現在必須跟著我一起行動 對 你要跟著我一起行動 現在是金融年最新的回合 各位已經元宵節了 那現在公司有個活動 各位你也知道 副老師其實很少打折 但是公司今天 在228前 特別推出這個活動 你有興趣的 你自己打電話 進來問 先進一段廣告 今天會只要228 只要228 矜持一檔 機會不再 需要專線 0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歡迎回到現場 剛剛上半段節目有跟各位講 一般的分析師 很討厭跟你講賣這件事情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能夠一直創高 他就可以拿來表演 但是有些股票 你沒適當的獲利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拉回來的時候 其實會非常非常恐怖 對不對 來你看 像技嘉 高點 你那時候你沒賣掉 拉回來的時候 你現在心裡就會忐忑不安 如果從這件 各位從394回到這月線 將近修正快20% 偽創 對不對 你看從這邊高點修正 也是差不多20% 那像這樣子的股票 對不對 當然啊 傅老師之前 賣股票常常賣飛 最近也是嘛 我們來看這一檔 來 6442的光盛 特別強調 我在這個家族分享 是1月31號 1月29號 一買突破77.9 好你看我在家族分享的時候 就是91.4 當然光盛最近是飆不停 你看飆得好恐怖 連續飆漲上來 我要特別強調 各位 一買突破之後 不是每一檔股票 就會立刻飆出去 對你看我節目 我都一直跟你講 像剛才現金光 也整理快5天 那整理更久了也有 對那像包括像之前的偽創 那很多有時候整理比較久 像文業 所以不是每一檔 我也希望買完每一檔都飆 那我先跟各位講 這不可能 第二個 我不能買到最低點 沒有辦法像買到這種最低點 我都是買突破 有時候會去追 而且特別去注意 像光盛 我們賣的是這一天 各位我也不害怕跟各位講 連續還有兩支掌停板 結果我賣飛掉了對不對 好看一下我們 125元的時候 我們是獲利賣出 你看從77.9到125 也是漲了60% 但是你去注意 我那時候在節目也說 我賣的不是看壞它 因為短線幾漲 對超過20% 我們往往站在賣方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好習慣 所以你看我很少股票 爆上去又爆下來 我們幾漲 各位我覺得其實有賺錢 我也不會害少給各位 就是給觀眾知道我賣飛嘛 你自己想想看 各位你自己設身處地想 如果你賺了60% 就你賣掉了 結果接後來還有再往上飆 那你覺得你會不開心嗎 我覺得正常人都不會對不對 對 所以也給傅老師一個鼓勵 對不對 我這樣子講 我們幾漲超賣的這種股票 幾漲超過20% 你獲利了結之後 當然可以去選擇 再去複製一樣的模式嘛 所以我們現在陸續的 也在做這進場 我們有很多的好股票 對我看到了 第一個我會講順序是這樣 一定先給會員知道 會員知道之後再給家族朋友知道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你可能知道的時候 已經有時候會比較晚 這是我一定的順序對不對 當然這個時間的順序 有時候就對決定了 操作股票勝敗了 這我也是必須強調 所以我們很多股票做賣出 對像利基來注意看 近期有很多股票 我們也是先做賣出的動作 來一買突破 2月2號的時候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一樣的方法 對都是一樣 窄口突破之後開始一買突破 這是二買拉回對不對 二買拉回 接下來繼續往上衝之後 連續兩支 後來220我們高歌迪席 三賣關鍵 副教師一直強調對不對 布林短波段一買突破 二買拉回三賣關鍵 重複這三個步驟 所以你今天問我 大盤今天再創新高 副教師也看對了 但是對你有用嗎 你什麼時候什麼方法最有用 就是布林短波段 重新複製像這樣子的模式 對不對 各位也要跟我一樣去找 那種剛整理好 剛突破布林的 如果你沒有辦法辦到 各位 如果你沒有辦法辦到 你沒辦法自己辦到這件事情 你現在是電視機觀眾 你現在第一步加入家族 各位家族是什麼 就這一個 小老鼠REACH 588 你可以點選領取最新盤勢解析 這我每天都會跟各位做分享 對最重要就是盤勢 我對盤勢怎麼看 有哪些強勢股 就像我講了 有強勢股在 你就不必害怕 這行情結束 這我一直強調 所以你要看強勢股 除了看強勢股 對除了看人家富裕老師 會在家族自吹自擂自己的一些績效 對 但是重點在於 除了看我說我的績效有多棒之外 你重點是什麼 方法 對不對 像利基 能不能買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再回去 看老師跟你講的這種日期 一買突破到底在哪裡 以後你去觀察整個狀況 當然 如果你真的自己沒辦法發現 或是你沒有時間去盯盤做這件事情 這真的短波段這真的是需要盯盤 現在公司 有一個活動 228大回饋 打電話進來問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方案 讓我帶你大賺一整年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成績 申請 谢谢观看